虽然在夜影之间也能够感染隐隐蔬香 为了营造古老氛围 设计师巧妙地将户外自然光间接引入室内 并利用内部光度控制 在烛光投影间凝聚美学效果 所谓的美学在三西堂里不仅仅以视觉呈现 更在听觉和味觉上渗透来者的每根神经 如何将传统文化过渡到现代界面 是陈瑞县企图表现的设计概念 而我们从书香 雅院 平民中 仿佛也感受到这样的冲击 交错激荡在三西堂里 所以从三西堂的案子之后 就陆陆续续在找宋朝的一些原始 因为我觉得宋朝是真正懂得这种 什么叫做低调的美学 跟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那个唐朝很滑 很顺利 对 很顺利 很开放 很包容 满城近代黄金甲 对 所以你会看到那些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很外显的 对 宋朝是很昌龙 那好呢 因为就说这个 有钱人的第二代跟第三代的小孩呢 就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什么是一个简约的低调的美学 那所以刚刚好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接触了这个这样子的一批文物 所以我在想说我怎么去处理三西堂这个空间的时候 那我觉得应该把我自己跟这种 宋朝美学共同点这种比较简约 比较密练的东西我希望放在我的建筑里面 大家认识你啊 当然都是从成品书店 是 你自己觉得呢 你在 但是其实开始帮成品书店 已经算是还蛮久以前的事情了 在第二十个年头咯 哦 对啊 我第一个书店是在天母的那一个中山北路七站 有一个斜坡的那个书店 现在不在了 现在变成一个健身院了 哦 在二十年间你自己觉得你的风格的转变 有没有一些不同时期的划分呢 我在年轻的时候 二十年前啊 那我想我希望他有我自己有国际视野 所以就变成我的设计的风格呢 我觉得应该好像不仅仅现在东方的人 可以去有共鸣 我希望西方人在我的建筑里面 也很就是很快的能够有感觉 对 所以我我我希望我那个时候 我希望自己不要被地域性所限制 所以我通常讲我都觉得说 虽然我是出生在台湾 我有一些中国文化的背景 可是我的建筑里面是不是 就是不要有这些东西 可是渐渐的渐渐的我觉得 我看过很多的建筑物到现在 然后再比较我自己的一些建筑方向 我最近就觉得好像应该要把文化的这方面都加进来 哦